你好,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后备打印功能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打印机就是我们的那个定收据的打印机 然后这里有一个打印机是厨房的打印机,有一个水坝的打印机 那我们在平常运作的时候有机会就是说那个打印机可能是没有纸啊 还是会有问题,那我们有个功能就后备打印 它就会把有问题的打印机的订单全送到另外一个打印机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演示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下单,我先开一张台 然后我点菜,比如说我点一个茶,然后点一个鸡肉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厨房的打印机就会打印这个烤鸡的订单 然后在水坝的打印机就会打印这个茶的订单 那在有时候就是说你的打印机会没有纸张 那我把这个纸拿掉 然后我们再重新点一个烤鸡,就比如说也是这个,然后打印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打印机,因为我刚才把纸拿开了 所以它现在就会把这个单,系统就会知道这个打印机有问题 就把这个单传送到水坝的打印机 那这个送到哪一个打印机可以是用户自己设定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备打印的功能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,可以发给我们一个email 还是就看我们的网页,谢谢 谢谢